武漢肺炎病毒啊 那麼他在中國蔓延的狀況 顯然比中國自己號稱的 已經獲得控制 還要嚴重許多 為什麼呢 因為一開始 那麼隱匿疫情 到後來 那麼現在 這個整個數字 都完全不可相信 為什麼 因為從這個數字 你來看的都來 二月一號的時候 他們號稱確診的人數 是一萬一千人 兩百五十九個人死亡 到了七天後 一個禮拜後 二月八號 號稱三萬四千人確診 七百二十個人死亡 那麼到了 也是一個禮拜以後 二月十五號 全球大概有超過 六萬七千人得 一千五百二十六個人死亡 絕大多數人 都在湖北武漢 這個數字 透露了什麼 各位 那麼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這個數字 到底它的可靠性 多少不知道 但是他卻意外的 透露一個訊息 為什麼呢 從這三個不同的數字 各透露出 他的死亡率 竟然被中共控制在 百分之二點多 也就是中共 一定要把這個死亡 人數的比例呢 故意把它控制在 二點多 所以這個數字 到底能不能相信 包括美國在內的 這些世界先進國家 都不可確信 為什麼 因為就在昨天 死亡的人數 竟然 我們只聽過死亡人數 往前加 沒有聽過死亡人數 往後減的 竟然減了一百零八個人 理由竟然是說 他算錯了 重複算 你要相信嗎 如果繼續這樣下去的話呢 那麼很可能全球 比如說六十一人口裡面呢 有三分之二的人口 有可能會得到這個武漢肺炎病毒 在世界的各國 那麼不同的這個分析研判以後 哪些城市最危險 布約而同 第一個指出的都是泰國曼谷 他現在為了 為了要賺光光的財 要錢不要命 所以曼谷變成全世界 傳播風險最大的城市 那第二個城市呢 是認為是國際貿易平凡的香港 不過讓他們跌破眼鏡的是 本來他們研判第三個城市 應該是臺北 為什麼 因為我們跟他們離的最近 然後呢 還有臺商有幾十萬人 包括陸沛等等 他們認為臺灣一定跑不掉 為了防止武漢肺炎病毒的這個擴散 你知道他們的防疫員 竟然直接在網路上 所以包括前衛生署長 楊智良都說 這個社區感染 包括幼稚醫師 他們都說 憂心忡忡的講說 臺灣社區感染 可能避免不了 但是我們在他還沒有 社區感染之前 我們必須要怎麼做 那包括臺灣有三萬個醫生 跟這些醫護人員 跟一千一百多個隔離病房 大家要做好心理